大家好,welcome to PJ's CAD Class 今天我们要用这一支Snooby 来讲解RINO的曲面的一些功能跟如何编辑的功能 我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曲面 然后它flow到另外一个曲面上面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所以我们今天就将用这一支Snooby来作为我们的教材 首先我们要先上Mr.Google去找一下这个图片 所以我们可以描它 你如果在Mr.Google上面 在Google上面search的地方打Snooby 你大概会出现非常多这样子的线条 也非常的适合我们 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其实只是黑白稿就可以了 那我存下来的是这一支 刚好越接近侧面的越好 所以呢我把它Right Click 那你就可以把它存在看你要存在的地方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RINO的Program 现在我们回到的RINO 首先要注意的是你有沒有要3D列印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要3D列印最好是能够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Dimension下面工作的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使用的单位是什么 所以你如果到单位这个地方来它显示我目前所处的是 Millimeter也就是公里 因为长期做珠宝 所以我通常都设定在公里的部分 如果你要列印你要Model在一个合适的大小 才不会到时候要放大又缩小 那如何把图叫进来呢 我们到检视的部分呢 到背景图 选择放置 选我们刚刚在Google上面找到那一张图之后呢 我们会在萤幕上点两个地方 那这两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这个图的大小 那我们将要用这个来描绘它这个外框 那我放大一点 第一个工具我们要用控制点的曲线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尽量能够描这个 脸跟头这个部分 能够越接近越好 但是如果不是太接近的话 也不用很担心 因为我们都是可以改它的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红线 就是我这个刚刚描的地方 如果说比如说像这里 它没有完全的符合 我们可以呢 Turn on the control point 也就是把这个点开启 开启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点 你就把它移下来 然后让它接近圆图 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snooby 才不会走形 其他地方看起来还好 那就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条线画出来了 如果你在perspective 里面看到这个view 它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有这个图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看 它脸到底有多胖 那因为呢 你也可以在网路上找看 有没有上市图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都圆圆的 所以我就这样做一下猜测 要记得这个下面这个物件锁点的地方要开 那我们在四分点的地方呢 记得要开 所以我可以snap 就是它会点在这个四分点这个地方 那这个上市图的呢 就是自己猜测 那原则上呢 它就是远远的 所以我大致呢 就是猜测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点呢 重新开启 然后呢 你可以去编制它 好 那这样子呢 我就有这个 上面这个图 突然发现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在这个perspective的地方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你这个点 高低起伏 它并没有在同一条线上 很多学生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解决它 原因是会发生是这样子呢 是因为 它通常都会跑到construction plane 也就是 它原本设计的xyz上面 所以呢 这两点虽然呢 它们 跑到了这个四分点的地方 但是其他的没有 会造成这个状况 有几个方式呢 可以修理这种东西 我们重新来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点的时候呢 我们要make sure这个平面模式呢 是有turn on 是有开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就是平的 我们就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呢 现在它是平的 那之所以呢 在最后这个地方呢 往上 是因为这个四分点的地方呢 并没有 这前后两个四分点呢 它并没有平行 要让完全平呢 我们就是必须要去移最后一点 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个点 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点之后呢 选单单那个点就好了 然后用移动的这个command呢 把它移下来 那移到多下来呢 我们当我们移动的滑鼠去 所以 第一个点的时候 我滑鼠在移动的时候 会有一条白线出现 那白线呢 跟我这个profile 有交集的时候呢 它就会 黏在上面 那我们这样子这个线 就已经完全平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条线呢 Mirror 也就是 镜射到另外一个点上面 另外一边上面 所以呢 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样子都有了之后呢 我先示范一个 制造这个曲面的方式 但是不是最佳的 那我再跟你讲说如何改变它 首先我们必须要 把我们刚刚这个 描的这个曲线呢 分成两部分 那怎么分呢 我们就是用分割 这个Command 要分割的五件是它 Enter之后 要切割的是它 所以就是用旁边的线把中间这个分成两个部分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曲面的 这个 Command 叫做 放样 记得哦 你选的时候要按照顺序 1 2 3 4 Enter 那你Enter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怎么切了一脚 记得你要封闭这个放样 把它封闭起来 我们可以先预览 看一下这个状况 确定 All right 上图看起来还不错 我的Snooby有点瘦 那 可是下图呢 太瘦了 Snooby它没有那么瘦 它下图它这里是胖胖的 所以它并不是很符合 所以呢 我就必须 这个第1个做起来 看起来没有很符合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必须要去修理我这个线条 好 我刚刚把它暂停 然后还是重新修饰一下这个线 因为那个那个脸实在是 太奇怪 太长了 不太像Snooby 那 一样用放样的这个 Command 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这颗头 可是这颗头呢 我觉得不太对 是因为它 这个地方呢 太凹进去了 这个Trip Play 脸颊的地方 太凹进去了 不太像Snooby Snooby要远远的看起来才会开心 所以呢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再增加一个线条在中间 让它知道它中间要远远的 不要凹下去 上面可以凹 下面不要凹 那所以做法呢 就是用这个 圆弧 弧线 你如果是 Right Click 右边滑鼠的话 的第2个 你会有这个起点 终点 通过点 那我最近的起点呢 就是接近在这个 凹的地方 那你会有一个 焦点 你如果hold 你按着你的 Shift 键呢 你把它 滑鼠移到另外一边 就会有一个焦点 然后呢 第3个点在哪里 第3个点在下面 所以你这样下面就是 远远的 他就不会是out进去的 那上面怎么办呢 上面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要点这个四分点 不是四分点 我们要点这个 端点 End Point 端点 然后点到这个端点 我们一样要移 往上 那 这个时候我想要看一下这个 Front View 我们要移到最近 但是要跟下面那个能够 好像是 能够看起来是一条线是最好的 好 那现在这个头就很圆了啊 但是我们已经不能用Loft 这个Command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Command 这个指令 要换一个 但是换之前呢 这两条 要让人家圆圆的线条 我们先把它 这个组合起来 加起来 让它变成一条线 OK 这个指令呢 它在这个曲面里面 或者是你Loft到左边这些Icon里面 第三个 从网线 建立曲面 好那这些线条就是我们的网线 怎么建立呢 全部选起来 Enter 通常的 你可以预览 通常的我是不会去改这些 细项 细项 你就按确定就好了 好 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呢 这个下巴 这边 圆圆的 之前这个 面 它是凹进去的 看起来我们的Snooby 比较不开心 这个就比较像Snooby的头 所以 这是给你做一个比较 我就把之前的delete掉 OK 像我们的头好了 我们怎么做身体呢 我们到front view里面 头 符合的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做身体了 身体我们可以用 这个solid tool 就是这个实体的tool 里面 第三个球体 你就点大概的位置 大概是在 这样子 这边就有一颗球啦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点 又一样开启 把这个点开启之后呢 就移动它 往上移 我选前面上面三个 往上移 好 我之所以没有移 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king 你若只移上面这三个点 往右移的话 我们如果 假设我们到这个 perspective 然后我们看这个 彩色 模式 你就会看到 肚子会出现一条线 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把它往上移就好 你说这个没有对到 没有关系 Instead of 就是移那个点 我整个稍微转弯一下 Rotate 稍微旋转一下 那这样子呢 就会符合 跟我们图形 很接近 好 这就是身体了 不要怀疑 他身体就是这么小 头就是这么大 因为这是从我们圆图 描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制造这个脖子的地方 脖子的地方要怎么制造呢 我们要先切两个洞 第1个呢 我就先画一条线 那这边呢 也画一条线 因为我们刚刚 哦 把它放大 对不起 因为我们刚 画的这两条线呢 我们去把多余的剪掉 那如果你看Perspective的话 就看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边有两个洞 接下来要用的指令呢 它在这个 曲面 的这个 下面 然后有一个叫做混接曲面 那我要选的呢 是第1个曲面的这个边 跟第2个曲面这个边 MAKE SURE 这两条要对齐哦 两个点要对齐哦 然后之后呢 你说看如果这个这个脖子呢 实在是 太细了 可能感觉好像要断掉 我就把它稍微 变 不要那么细 然后我们也可以预览 看它长什么样子 这看起来OK啦 所以就是 确定 我们就 就有脖子啦 最后呢 这个头也有了 脖子也有了 那就是手脚 跟耳朵 我们先弄耳朵的部分好了 我回到刚刚的这个 Front View 去看到耳朵 耳朵比较简单 我们就一样是用一个 这个球体 先拿一个球体出来 这样子 之后呢 我这个球体要拉长 嗯 等一下 我球体还是 之后呢 我要拉长 拉长之后呢 我要爪 再缩小一点 这样就是 size来讲 还蛮符合的 OK 那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 这个把它移出来 它就是一颗球 好像带耳机一样 其实不需要那么大 就用在Gumbo的时候 它有一个可以scale的 功能 进去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 在这个 稍微把它 转个弯 好 看看 有点感觉有点太后面 我要另外再转一个弯 让它稍微贴一点 这样子 不会觉得好像卡到里面去 出来一点 这就是耳朵的部分 稍微移动一下 就是这样移来移去 然后找到你一个觉得你比较 适合的一个点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耳朵呢 觉得好像要让它更服贴一点 有没有办法 有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有一个command 在这个很有趣 它这个command叫做 沿着曲线 不是 这个转弯 转弯 我选它之后呢 我选我的转弯点 转弯 你开心为止 这个 我还有很多部分要做 所以我就暂时就先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镜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我两个耳朵就好了 好 那最后的部分是手跟脚 可是因为这个 影片已经 到达尾声 所以呢 我会在做第二集 跟大家讲解这个 手脚 就是 这个手跟脚呢 要怎么样去拉这个线 所以它会有这个手指头 脚指头的感觉 好 好 那我们就下集见 呢